我們回到第三者 剛才我們講的應該是一個質子的射射 其實這個我也不太知道是什麽來的 是否將質子變成一束 像Laser那樣去射到那個人體裡 其實可以這樣理解的 凡是那些說得輻射這件事 很多時候是說 當然是說任何的光線都可以是一種輻射 然後有些帶電荷的粒子 不帶電荷的粒子一束地射過來 它可以是一種輻射 但是如果說得要做到治療 或者可以影響到人體健康一點 我們通常都是說一些比較高能量 可以帶有電離能力的電離輻射 譬如我們講到紫外光、X光、加碼、射線這些 就是一些比較強的電磁波 它們有電離能力的電磁幅射 所以它可以對人體有害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些鴨細胞裡 它都可以對那個鴨細胞有害的 另外有一些射線就 它不是電磁波 就是一些實體的粒子 如果它是一個一束很大束高能量的電子的時候 那個叫β射線 然後我們剛才說的一束很多的 帶正電磁的側子射過來的射線 那個叫做側子射線 另外如果說到核武器裡面 就會很多時候說中子射線 比如說中子彈 引發連鎖反應 那些就是中子的射線 中子本身是不帶電磁的 但是它如果撞到一些的生物 它也都可以撞散別人的DNA 或者撞爛別人的 所以就是說這些基本上就是高能量粒子 高能量電磁波那些 都是一種叫做可以有害的輻射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將它有到去的那些鴨細胞 它們就對鴨細胞有害 就變成對我們有益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次它是說的 就要因應這些不同的射線的物理性質 譬如像電子這些 很容易在人體的表面發揮作用的 一些好像去到加碼射線那些 就可能穿過人的身體 都沒有很能夠發揮作用的 X光那些就可能是沒有穿透力 沒有加碼射線那麼高 就可以比較大機會在人體上發揮作用 就是說人體裡面的藍細胞 只要你將它瞄準就可以了 剛才講的這種叫做側紙射線 它就在一個中間 又不是在皮膚原廚表面 但是進了一個身體比較入少少的位置 才將它的能量釋放出來 意思就是說它能夠對於身體裡面 一個比較深的地方 去做一個更加大的破壞力 就是專門用一個深入一點的位置 來去叮熟它 弄爛它 這樣 所以我們是利用了這些不同的 輻射射線的物理特性 來為病人度身訂製 一個更加好的癌症的放射治療方法 那是不是說我們可以想像 有不同的粒子都可以做不同的效果 其實是 但問題就是我們也不想要這粒子 是穿透性 太 怎麼說 強弱 最好我們能夠去收穫治癒 就是很視乎那個病造在哪裡 就是以我自己有限的見聞 我就很清楚就是說 如果你照的地方是可能是前列腺 或者是身體上面的一些淋巴雲 那你通常都預料是用一個X光打下去的 而且可能是用幾速不同的X光 在幾個不同的角度去慢慢打下去 令到希望在中間聚焦到一個最理想的效果 這樣 但是如果一些比較表面的一些東西 我講的譬如說是皮膚的癌症 或者一些已經是比較淺層的乳癌的這樣的癌症 那它就是要射去表面多一些 如果病造在中間不多不少的那些位置那些 有些很有趣的 甚至乎你直接將一個放射員 由那個傷口引導 讓它裡面釋放的能量出來 但是有些如果不想入侵性那麼高的 譬如今次介紹這些質子射線 就令到這個放射治療又有一個新的手段 如果這件事發覺是更加理想成功的話 其實你會發覺現在醫院的機器又要入新機了 就是我這部機呢 只是設計來 只是放射了電子和X光而已 如果質子 我要加另外一個新的射線員下去 那所以呢 今次有一個新的案例 是運用到這種新的技術 也都意味著有新機是開發了出來的了 那些新機呢 又是一些很貴的 很漂亮很貴的東西 那我還很記得 譬如西龍寺有份做這些機 是啊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準確度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時候它殺了周邊的正常細胞 我們可不可以做到就是它有這麼多癌細胞 就只是殺這麼多癌細胞呢 那一定有個誤差在那裡的 問題就是你怎樣在那個治療療程的時候 將誤差減到它最低最低 那所以呢 你會發覺呢 如果身邊有朋友不幸要做這些電療的話呢 經常要入CT房去照的 將整個人照一次 搞清楚那個人的高低是怎樣的 甚至乎它需要在身體上畫個座標在那裡的 然後就要每次對正那個座標來找回你那個身體的座標的圓點在那裡的 於是乎你的圓點以東 圓點以西那裡的分別是什麼的器官 我要打擊的目標在哪裡呢 誤差控制度在半厘米範圍之內的 就是你頂多你是會殺錯了這個癌腫瘤 旁邊外面一點點 五毫米的地方 就不可以殺錯更加多 而且還要看一下有沒有 就是有時候有些位置太遲遇一些重要器官 你都不可以入了殺錯了 就是如果譬如說去到那些老幹那些位置 脊髓那些位置 最擔心最擔心 如果那個病人本身是植入了一個心臟起駁器 碰都不能碰 就是那些輻射射性完全不能碰到這個心臟起駁器 就是這個又要在那個物理治療師去幫忙去合作 你將病人放上桌子的時候放得好不好呢 可以決定他生死的 其實已經是 那就是可能每一次都有些誤差的 因為你不可能自己都放在同一個位置的嘛 這個就可以透過你去量度的坐標盡量做到 但是有時候就是你控制不了那個因素 那個病人瘦了 越醫越瘦是會的 是不是 那整個體液變了 那醫生就要做他的專業判斷了 但是不行 重新判斷了 整個診斷的計劃重新做過 會是這樣 那這個就要 究竟容許那個誤差範圍有多大呢 就完全是由醫生去做專業判斷了 那我們那個精確的技術應該越來越高的 照計算到有一天我們只是殺了藍細胞 不殺了其他的正常藍細胞呢 這個呢 我記得當時自己那個頂頭上司同學說 到這個免疫系統治療和基因治療成功的人呢 就是這些癌症電療的末日來的了 就是他就沒事做的了 所以最精準的呢 往往就是依然是我們會寄望 就是這些這樣的很精確的 分子生物學層面的治療方法 好了 那這個我們交代了 我們接著到另外一些新的發現 在天文學上面那裡呢 其實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講過這個磁星 Manic Star這個現象呢 是的 這個內部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講過 但是呢 這裡又要再介紹一下 因為也是剛剛這個星期呢 就在這個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這個倫敦大學 它那裡就給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觀測結果 其實在這個天體物理學裡面呢 其中一個 其中一門的研究 就叫我們研究一些compact object的東西 就是一些是僅致一些細細的 一顆星的系統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說是全天候研究整個星期 是研究一些比較大尺度的東西 如果你只是純粹研究一顆東西裡面 它是有什麼物理事件發生呢 就是比如你研究因為太陽 它裡面的物理是怎樣 研究一個的超新星它爆發的時候那個物理是怎樣 最後它演化成為白矮星、中指星、黑洞的時候 它那個物理是怎樣 這些就是關乎於一些compact object那方面的天體物理 就是如果你說compact object 這個中文是怎樣的東西 一個是僅致的物體 就是一粒單獨的東西 這個又要講一些歷史上的故事 那曾幾何時呢 我們理論物理學家有能力去預測到世界上 有一樣東西叫做白矮星 其實預測那個人是一個印度裔的 就是很有著名的物理學家 就叫做Tranger Seeker 那它呢 其實整個運算都是在它那個搭船的旅途上面 完成了這個研究運算 就估計到天體上面是有 應該理論上可以出現一種 一種星 那它呢 是冷卻了 縮到只有一顆的時候 它那個質量呢 就會是 給了一個這樣的預測 大約是1.4倍的太陽質量 那它這個星這個系統能夠維持 那它就算沒有了這樣的核遂變反應 冷卻了之後 縮到只有一顆東西的時候 那它那個東西就叫做白矮星 這種這樣的研究預測 那台長現在就在畫面上顯示出來 那就是這個Tranger Seeker 它怎樣用一個什麼的 就是數學的模型 來幫它預測到最後 好像太陽這些這樣的星體 沒有這些這樣的核遂變反應之後 慢慢冷卻熄滅 最後縮得回來的那顆東西 那顆叫白矮星的東西 那最後它是會 那些參數是怎樣 和它生前的參數有什麼關係 等等它給了一個息出來的 那通常都是1點多的太陽質量 以下的那些星 最後都會以白矮星的形式去消磨下去的了 那有這樣的理論去推測了 最後我們就真的發現到這件事情 那於是Tranger Seeker 就因為這樣就拿了六倍二物理學獎 那所以呢 凡是這一種能夠經過提出了一個理論 去預測讓我們以前從來 不知道的物體會出現 然後我們又能夠在觀測上面能夠證實到的話 那通常都會頒到一個 和天體物理學有關的諾貝爾獎 同一個故事也都發生過 在這個預測中指聲那裡 甚至乎大家如果記憶猶新 剛剛比如Roger Penrose 去拿到這個諾貝爾獎 就是因為他對黑洞的研究 我們也是有一幫人 就是他能夠在這個黑洞的理論研究裡面 還能夠深入 預視到這個黑洞的存在之餘 也都預視到這個黑洞存在之餘 出來的一些物理特性 然後我們在天文觀察裡面 驗證到這個特性 於是乎又是出貨貝爾獎 OK 講那麼多這些東西 其實就要鋪戰到就是 剛剛這個星期 這個倫敦大學的新發現 就是發現了一種磁聲的物體 這種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說在幾十年前 已經有人在理論層面提出是存在的 這種東西很有趣的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加強版本的中指聲 中指聲自己本身的旋轉非常之厲害 於是乎它的磁力也都會非常之高 但是在你的研究過程裡面 發覺如果這些參數字 只不過是差多少少有些東西不同的時候 理論上可以出現一種的星 它的磁力它是和中指聲差不多 看上去它的特性差不多 但是它和中指聲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磁力還要比典型的中指聲 還要強很多倍 於是乎我們在這些這樣的星體分類的時候 我們就將它界定了 似乎它有一些獨特的特質 是傳統中指聲都沒有的 它又不是黑洞 它發出來的光它是不可以補足 所以它又沒有去到黑洞那麼瘋 但是它又和中指聲的大小不差得遠 但是它就有一個最獨特的特質 就是它上面的磁力是瘋的 一個是天體上的磁力王 我就會說是這個 而這件事去研究的時候大家就覺得 這些磁聲如果有的話 它的特性會是怎樣呢 其中一種的預測 我自己當時說的是二十多年前 還在中文大學跟老師去做研究的時候 看過一個論文就說過 有人提出了一個模型 就說它有一個很獨特很硬的外殼的 就是其實這些星體的表面是硬和不硬的 都可以爭論的 有人就說不是的 應該是硬的 因為它剩下的東西又冷卻了又行 但是有人說不是的 可能怎樣都外面有一陣氣體 甚至乎它的地心吸力這麼高 那些氣體都被它吸到變成液體 可能是有一陣流體的東西在它表面上 甚至乎有個大氣的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有些人就說不是的 它一定是有個硬磋 可能有個地磋的東西在那裡 反而裡面是有個軟心在那裡的 它提出的理論模型都不是亂說的 都是由我們的物理知識去嘗試做一個推動 再加上我們在地球上做一個實驗 同一樣性質的東西 究竟它在不同的壓力和熱力之下 它會怎樣表現呢 你去估計在這樣的古怪的星體上面 會有一些什麼的物理特性在那裡 其中一個講法提出就是 這些磁星應該有個硬磋在那裡 然後表面那層硬磋裡面 就會有一些密度更加高 但是反而是一些流體的東西 就是有人這樣去看出 其實剛剛這個研究員就驗證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看到其中一款我們認為磁星的這個物體 它是真的有個硬的地殼 然後它還要是表面上沒有大氣在那裡 它在這裡就說了 就是一個已經死了的magnetized star 跟著它的名字就叫magnetal 就是一個叫磁星 它就有一個solid surface with no atmosphere 它就有一個硬的外殼 但是沒有大氣在上面 現在看到這個公佈出來的觀察結果 就公佈了它這個science的期刊那裡 所以就在學界裡面認為是一個很偉大的發言 如果再結合我們剛才講的故事 就是說 接下來又可以貼了 當初有份提出磁星理論的那些這樣的大師 又排了去諾貝爾文理獎的list裡面 如果證明到他們說的也對 又是馬上拿這個諾貝爾獎 好了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快點看 也是 descobri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